我們需要使用的網站叫做Quizlet 你可以輸入www.quizlet.com 當你進入這個頁面後 請你註冊 如果註冊後就可以登入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帳號來登入 好 入到下一頁 我們就可以創建新的一組Flash Card 在這一行內 你就可以輸入標題 譬如我的家庭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還可以輸入具體內容 到下面 在兩邊 是可以選擇語 我在這邊就選擇中文的繁體 另外右邊就選擇英文的解釋 好 我們嘗試做第一組的生詞 英文先吧 我先打mother 學生可以按照教科書打 媽媽 爸爸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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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邊 也可以寫英文的解釋 你可以一直做 直到你輸入完所有的單詞 如果沒有足夠的輸入欄 你可以點擊 添加輸入欄 好 最後點擊 儲存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 為你們示範一個 我已經完成了的詞 那我去外面那個 鍵面那裡 再去之前 我做過有五個 生詞的我的家庭 為了令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我看見他們先用flash card 這個功能去練習 那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練習中文 那如果按一按 就會有 英文的解釋 媽媽 可惜的地方就是 這個是免費的版本 如果免費的版本 就沒有廣東話的 如果你給免費 你就可以自己錄音 那老師可以先把這些生詞 用自己的廣東話錄音 再給學生聽 但是暫時 只是有普通話的 未必 再感恩了 再感恩了 再感恩 再感恩 再感恩